林彪事件完整调查 作者 书云 播讲 夏秋年 9月6日 北戴河终于得知 果然 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钻进了毛泽东的圈套 会议不准记录 他偷偷往香烟壳上记了几笔 回家顾不上吃晚饭 先给周宇驰打了个电话 因为晚上还要接着传达 约定传达完后再通电话 23点35分 于昕也来电话 听顾同舟讲了一个多小时 要点是十次路线斗争 三项基本原则 三条方针 强调干部多读一点书 并且加强路线斗争的教育 不要老婆当秘书 不要搞吹捧 对青年人更不要搞吹捧 要加强军队的军事训练 军队要防止骄傲 周宇驰原定9月6日到广西桂林 临时改变计划 9月6日一大早 周宇驰打电话向林立果报告 15点驾直升机和于昕也带着15页的电话记录 飞到北戴河 9月6日晚上 周宇驰给顾同舟打电话 昨晚于昕也的记录我们都看过了 林副部长也看过了 我们非常感谢你 你在关键时刻立了一功 作者住 全然不知中了计 林副部长让你再整理一份文字稿 派人送到北京来 也是 顾同舟不是当面聆听 而是听的传达 林立果听的是传达的传达 难免走样 还是要争取最原始 顾同舟向广州军区空军司令员王璞借来传达纪录本 亲自动手 连夜整理出长达50页的材料 9月9日下午 派妻子张亚青做专机送到北京 并附上一封信 说传达中除主席提到副主席外 主持会议者丁盛和传达者刘兴源都没有提到林彪 在那种时候 毛林不可分 怎么就分了呢 顾同舟想到 主席指示很多 绝不止传达的这些 确实 毛泽东讲话中有些内容涉及到林彪 被刘兴源贪污了 非常巧 林立果9月5日夜里得知 叶群9月6日晚上也从另一渠道得到了情报 9月6日 李作鹏陪朝鲜人民军代表团访问武汉 武汉军区政委刘峰到车站迎接 终于金口大开 李作鹏马上归结为三条 一是庐山会议的事情还没有完 二是刚上的比庐山会议时更高 庐山会议讲的是路线问题 而在南巡的多次讲话中 毛泽东提到1970年的庐山会议 是党内第十次路线斗争 上升到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三是矛头似乎指向了林彪 因为毛泽东有一句话 不同意自己老婆当办公室主任 而林彪的老婆是办公室主任 李作鹏非常震惊 第一个反应不是没事了吗 怎么又全都出来了 而且刚上的更高了 毛泽东南巡前 对黄乌叶李秋的检讨都有批示 除了无法宪 几个大将都过了关 毛泽东对邱惠座说 你这个检讨是你自己写的吗 邱惠座说是 毛泽东说 我死了以后 你就当国家主席吧 从口气中听不出讽刺 倒像是一种赞赏 毛泽东在北京还对黄乌李秋说 你们的检讨到我这儿就为止了 几个人都非常高兴 专门到京西宾馆吃了一顿饭庆祝 这之后 除了无法宪和叶群的日子还难过外 黄永胜 李作鹏 邱惠座都一身轻松 以为他们的检讨真过了关 可是毛泽东南巡为什么又说的这么重 李作鹏非常紧张 当天上午 李作鹏陪朝鲜人民军代表团返回北京 下午最后一次座谈结束 黄乌李秋都没走 离告别晚宴还有一个小时 李作鹏把黄永胜拉到角落说悄悄话 黄永胜说 印象较深的有两条 一是说庐山会议没有结束 二是李作鹏说自己现在好比走钢丝 搞不好就要掉下来 黄永胜等人心中没底 担心九届三中全会再把他们的问题端出来 十分惊慌 吴法县凑过去 你们嘀嘀咕咕什么呢 李作鹏却不想说 这半年来 吴法县因在庐山上冲锋在前 日子越来越难过 甚至想到了跳楼自杀 他心急火燎 当然想知道毛泽东南巡讲了些什么 这么重要的情况 你给我们一起讲讲吧 但庐山会议后 他们对吴法县都不太放心 怕他再放炮 说你知道了也没什么好处 反而增加负担 吴法县不得不走开 邱惠作也很想知道 在去朝鲜大使馆参加晚宴时 他挤进李作鹏的车 咬了一鹿的耳朵 这样四大将中只有吴法县一个人蒙在鼓里 吴法县一肚子气 回去就给叶群打电话告状 说李作鹏已经得到南巡的内容 却不向他透露 叶群安慰他 你不要误会 也不要再打听了 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事情 但实际上 叶群比吴法县紧张一百倍 本来9月12日 邱惠作和吴法县约好在京西宾馆 谈毛泽东南巡的讲话 但两个人都有事 没见上面 这样吴法县直到糊里糊涂被关进监狱 也不知道毛泽东南巡讲话的内容 晚宴结束 黄永胜回到西山 打电话报告给叶群 因为林立国与叶群正在密谈从顾同州那里得到的情报 所以叶群不接 黄永胜急了 27分钟连要三次 最后说有重要事情 总机这才接通了叶群 通话时间长达58分钟 21点至23点 叶群 林立国 周宇驰密谈 之后 叶群与林彪密谈一个多小时 1971年到1973年秋以前 黄永胜多次对专案组说 那些交代都是事实 没有一点虚假 可以为准 专案组问 李作鹏给你讲的内容 你是不是都告诉了叶群 黄永胜说 我基本上都如实告诉了他 我没有多大保留 但黄永胜又说 有一些话我可能没有对他讲 如老婆不当办公室主任这话 专案组问 你向叶群报告造成了什么后果 黄永胜说 后果当然是不好的 很严重的 专案组问 你负什么责任 黄永胜说 我给叶群通情报 促成他们下决心杀害毛主席 1971年9月17日 顾同州被隔离审查 1980年7月被逮捕 1982年3月 军事法院判决他有期徒刑11年 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罪行只有一条 资敌罪 把毛泽东难寻的内容泄露给了北戴河 促使他们提早下决心谋杀毛泽东 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 李作鹏在这件事上没事 他向黄永胜汇报 理直气壮 黄永胜是总长 是上级 李作鹏是副总长 当然应该通个气 他要求黄永胜不要告诉北戴河 但黄永胜回到西山就同给了叶群 所以黄永胜的罪名有一条和顾同州一样 谁能想到 传话也传出罪来了 9月6日 北戴河分别接到顾同州和黄永胜的情报 就这样 蛇动了 虎也动了 而此时 毛泽东正在杭州 几天来 他吃不好饭 睡不好觉 情绪越来越糟糕 尤其是9月6日这一天 他好像已经预感到了不祥之兆 接下来的六天 一天比一天更惊心动魄 一生中有着丰富军事 政治斗争经验的毛泽东 对付林立国这个毛孩子和叶群这个辅导人家 简直是老鹰捉小鸡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观看